想要成為一名 UI 設計師需要具備哪些技能呢? 對於剛入門的人來說 第一個要抉擇的就是要選擇什麼樣的軟體 那麼 Adobe XD 是一個 CP 值很高的選擇 XD 是 Adobe 新推出的 UI UX 設計整合工具 可以跟 Illustrator 還有 Photoshop 無縫接軌 讓你從設計發想到製作原型都可以一致解決 除此之外 關於其他設計業間 know-how 也是你必須要了解的 這次跟 Yota 獨家合作的現行課程 不只是單純的軟體操作教學 而是把成為一名 UI 設計師所需要知道的一次完整教完 大家好 我是 Riven 目前是 Adobe XD 的官方合作講師 同時也是在台中 Monospace 社群空間的共有創辦人 致力於推廣 UI 介面與精實X 設計 這堂課會帶你完整做出一個品牌官網設計專案 讓我們從了解 UI 的實際工作內容開始 拉出時間軸 一步一步釐清與實踐用戶與客戶的需求 我會教你怎麼蒐集靈感、揮整素材 到製作設計稿 甚至詳細解析業界主流的 Google Material Design 設計規範 然後進入到 Adobe XD 開啟新專案 首先是規劃 Wi-Fi 線框炒稿 接著我們會分享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介面上的視覺設計 第二個是文字的資訊架構 來教你怎麼把網站設計的具有美感且體驗良好 當介面完成準備好要交付 UI 介面稿的時候 有良好的 Demo 方式也會為設計提高完整度 除了在設計稿上也有完整標註 製作高擰針的原型 Prototype 在團隊溝通的時候也是必要的 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 在求職階段上你所必須知道的 業界知識與關鍵技巧 希望這堂課能幫助你邁向 UI 設計之路